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多会出现就是类似 就是在小时候就是怎么讲呢 子妇为婚 对 差不多就是类似子妇为婚的情况而已 但是真的是童养息这种 就是从小养到大中应该是比较没有了 我身边刚好有个朋友 以前是童养息的 真的吗 就是家里没钱 然后就给其他人去养 基本上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就凭什么 就是凭什么 就是利用你身世的坎坷 等你长大的时候还要跟他住在一起 问题是没有感情基础 所以我觉得童养息其实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生命 那入罪的话 毕竟我觉得早期的台湾社会 对男人比女人更好 所以入罪基本上 比较不会这么的委屈 因为你想你入罪之后 女方要是有三有甜 基本上你可以分一半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入罪还好 但是我觉得童养息很可怜 这个看了VCR呢 就对大家的那个反应 其实觉得都有一点既定印象 童养息很悲惨 入罪呢好像也还好 感觉好像可以接收女方的有山有甜 所以我现在先请教一下老师 其实因为婚嫁曲当然是最传统的 但是因为在戏里面我们有提到阿王阿妈是童养息 然后那个魏爸爸他其实是入罪的 那您对于这两种婚姻的形式 它的出现或者是它带来有什么样 时代上的意义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童养息或者是入罪 这个在自古以来就有 因为贫穷的现象不是现在的贫穷 在古代的社会 M型化的社会里面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这种状态 这种形态 正常的婚姻嫁娶 那是从这个母妻社会 转移到夫妻社会就形成 而且时间非常早 我们讲说是夫妻室的时候 跟了女娲 然后就两兄妹结婚 开始了这个婚姻嫁娶制度 你看上千年的历史 可是这样的一个历史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 就是你名媒正娶之外 有些人他就是很穷困 他没有办法 尤其是女性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以前是瞧不起女性的社会 非常地瞧不起 是把女性当货物的 如果你是权贵家族 你的女性地位是被当成像货物一样 它是可以被卖去的 那更何况是在这种基层 地层 可能我因为生女儿 没有办法去养大她 甚至有人用极端的方式 把女婴生出来就把她淹死 会这样子 还有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说传统跟现代 最重要的一个分野在哪 就是你对女生是不是够尊重 是 如果我们今天从传统封建社会 跳脱出来一个最大特色 那就是女性的权力 可以获得胜章 它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机会 方式在进行 但是在台湾的早期社会 更早之前的社会 不是这样的 那还是在这种 这个封建制度底下的影响 所以当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想要过一些正常的日子的时候 他希望让这个女儿 能够过得好一点 我又不想把她淹死 不想把她害死的时候 我就想着说为她的将来着想 是不是到有钱人家 变成童样式 是 但这个有钱人家 不会是最有钱的人家 为什么呢 富豪型的人他不需要这种人 他要门当户对的人 所以他是相对经济条件比较好的 是 那入罪也没有说真的 就像一般人讲的说 入罪就比较好 对 因为男生入罪在早期 真的是把尊严踩在地下 心里的煎熬 那是很难过这一关的 是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很欣赏的一个诗人 大诗人 李白 是 他就是入罪 真的呀 对 他是因为家里环境的关系 他非常不好 以前他当然就是诗文满天下 是 可是李白呢 就是太骄傲了 你知道 他就是觉得我才华那么高 皇帝应该会看上我 他就躲去隐居了 是 越隐居就日子越来越窮 他越来越窮 因为他先进善计 是 先进善计以后 还复来 结果半天都没来 对 他只好去 他有个好朋友叫孟浩然 孟浩然就说 在安禄地区有个姓许的 他是一个官员 退休下来 他女儿不错 你的财名又那么高 你就干脆入罪到他家去 是 那现在的这个 现在社会也有男生 愿意入罪 是 但状况又不一样了 就跟古代就不同 就不一样 他是他爱这个女生 爱到 我愿意把我的姓名 你的姓名 放在前头 为了爱 也有这种真爱 而且这不分中外 台湾也有 国外也有 阿凡达那个女演员 也那个 也那个美人的那个 是 他的丈夫 就为了他 愿意冠上妻子的姓名 真的耶 为了爱入罪很不容易 因为我看了戏 我觉得为爸爸 真的为了爱好了不起 所以信娟师姐 其实从小 您这样子看 爸爸妈妈的相处 然后爸爸当初 真的是因为很爱妈妈 所以他入罪到我的高家 那 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 您有觉得 爸爸因为入罪的关系 有没有受了什么委屈 或者是 你有什么印象 特别深刻的事情 其实 那时候小时候 不太懂 怎么叫入罪 当然后来知道说 我姐姐 还是我弟弟 跟我不同性 因为他们性高 那才知道说 入罪这件事情 那当然 其实说我爸爸有什么委屈 我倒觉得 我阿嬷委屈最多 那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 终归爸爸那时候 年轻气盛 那 他整个心里都不平衡 甚至他觉得 他自己当时的承诺 对 可是 已经事实就是 弟弟就是性高 是 所以 就是家庭的纷争 不断 几乎 我爸爸妈妈 为了 这个姓氏 我弟弟的姓氏 几乎是 每天上演 我觉得我最害怕就是 下课一回到家 我会听到他们吵架的声音 那 我觉得最委屈应该是我阿嬷 因为 她终归 住在女儿家 女儿跟女婿吵架 然后又为了她 这个 这一脉要传宗接待的事情 对 其实她真的是 有苦往肚子里吞 她也没有办法 那当然希望最后 她也是劝女儿说 那我们就放弃吧 不要再为了这个心事而争 所以 我觉得我从小看到的是说 爸爸当然她有她自己当时的 说讲 现在讲的就年轻人这种 大家讲爱情嘛 爱情至上 当然为了爱情她答应 是 那可是到最后 时代在 时间在走的时候 她总是朋友 人家会笑她 她自己也带了儿子出去 又跟她不同姓 对 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心里头 一定不舒服 一定没有办法过那个关卡 对 所以 我觉得 只能说 我很心疼 我阿嬷也好 我爸爸妈妈 那个年代 其实那时候的 那一代的人 他们为了这个姓氏 而这么辛苦 为了传宗接待 为了想复活这件事情 是 可以让整个家庭弄成这样 其实我很心疼 每次现在想起来 我自己都觉得 还蛮难过的 蛮难过的 对 其实 应该不只是说男性 我觉得我们女性也一样 刚嫁到夫家 如果说跟公公婆婆之间的想法 也是一样 终究她不是从小 你习惯的一个家庭 是 那 其实后来想想 真的都不是要求 我觉得就是把她当自己的儿子一样 希望提醒她 提点她一些事情 可是很难 我觉得终究 现在的婆媳关系 也是都是因为说 可能做长辈的戏 刚刚说 小孩子嘛 我提醒你嘛 就是我觉得 我们自己当了长辈以后 有了 了解 对 就懂得那种心 是 老师 身为一个男性 您现在是怎么看待入罪这两个字的 像以台湾现在的这种 冠夫姓或冠妻姓的人口数来看 是 根据这个内政部的统计 大概是有将近120万人 那这120万人当中 大概有119万人是妻子冠上丈夫的姓 比较平常 是 但是丈夫冠上妻子的姓有2000多人 所以这个案例不是说只有一件 它是有2000多件的 那这里面2000多件 其实就背后代表2000多个 可歌可泣的故事 也可能是爱情故事 也可能是一些家庭的故事 对 但现在因为时代在变 其实已经加进了这个爱情的元素进来 是 很多人认为就是说 我就是愿意为了我的另一半 我爱他 所以我就跟着他重新 对 其实时代在变 我们也看到我们相对的法律也在变 在过去我自己跑过一个司法的例子 是 就一个姓林的先生 他就跟法院要求说他要改姓赖 因为他本来姓赖 因为他的父亲入罪的关系 所以他生下姓林 那他有点说要认主归宗 是 因为台湾人重视这个香火 这个继承的关系 是 他就跟法院申请 可是那时候的法院是不允许的 因为相关法令还没有改过来 是 然后他就是这个切而不捨 就一直到他修改法令完 最后他就终于获得这个法院说 你可以改了 你可以从林姓改回賴姓 是 了解 然后他改回賴姓的时候 他跟他的太太生了一对双胞胎 都是男生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想想说 知识明明当中有一股什么力量 有些安排的 之类的 所以他就变得很高兴 那我想强调就是说 这在法律上面到现在 是越来两性平权的观念 或是说封建的观念 已经越来越改了 越在改变了 即便现在也可以不用入罪的方式 以前就说你要入罪到我家 你生的孩子才可以这样 对 可是现在是你只要两方同意 你的孩子决定姓什么都可以 要姓丈夫的姓 或是姓妻子的姓都可以 都可以了 如果两边有争执 没关系 政府帮你做主可以抽签 现在方法很多元化 对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都觉得婚嫁曲 但是透过戏剧 还有两位的分享 让我们了解到 童雅琪跟入罪 这种婚姻形式的一些内涵 非常感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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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